日常生活中相比汽车而言,显然电动车的性价比更高,不仅成本低,而且上班买菜都很方便,完全不用担心堵车,更不用为停车为而烦恼,也正是如此,所以电动车越来越多,也越来越乱,前不久还听说要开始整治电动车了,对此不少电动车用户都是心有气气,不过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,因为电动车的替代品已经出现了,想必电动车而言,它的替代品更优秀, 这款车不会现行,也不会罚款,只要充一贯气,只需要9块钱就能跑100公里,无需充电,还十分环保,究竟是什么样的替代品才能替代电动车呢? 其实它就是氢能源电动车,顾名思义它采用的能源是氢能源,而气管隐藏在车子的尾部和车头比较隐蔽的地方,且容积可达到两升,跟以往的其他车型来说十分的经济实惠,另外因为是新型代步工具,所以还没有任何限制措施, 从外形上看,这款氢能源电动车更像是山地自行车,不仅外形像,功能也很像,因为有一个明显的优势,就是如果氢气用完的话,你还可以骑回去,就像是骑自行车一样, 不过该车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,就是价格过于昂贵,差不多6万元人民币,亲爱的网友们,你觉得传统电动车会被淘汰吗?如果真的淘汰了,那么氢能源电动车真的可以成为下一个最受欢迎的代步工具吗?